我们神所创造的人也要因大家说建造神人双赢的事业 建造神人双赢的事业 我们晓得历代至上总共有29章 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已经从大卫的家谱来看 如何靠子的恩典要建立更尊贵的人生 建立更尊贵的家庭 从家谱我们要学会建造家庭 大家说从家谱要学会建造家庭 从家谱学会建造家庭 一个原则是基督是家庭的主 基督是主大家说 基督是主 第二个是我们从第十章到第21章看到 大卫呢他的职场如何荣耀神 大卫如何成为神机的器皿 大卫如何成为活血的出口 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职场当中呢 要学习如何建立神人双赢的事业 大家晓得职场呢就是我们职业的场所 就工作上班的地方 神是希望他的恩远们一个礼拜有六天要上班 要工作而且要因勤努力 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所以耶稣做事上帝做事 我们神所创造的人呢更应该要认真做事 那在工作职业场所当中 我们要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 也要建立跟人的关系 更建立跟物的关系 这些关系如果建立的非常亲密和谐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完成神的托付 就能够更体贴神的心意 而建立一个双赢的事业 所以从大卫的职场呢 我们要学习如何来建造经营我们的事业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所以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在新的地方呢 面临新的未来 我们要学习建造家庭 要学习建造事业 那历代至上很奇妙 大家晓得我们活水德圣教会呢 目前共同在读历代至上 不是因为搬到新教会 我们才选这点书来读 而是我们本来按照灵修进度呢 这个月刚好读这本书 那历代至上的22章到第29章呢 大家如果了解其中的内涵主题的话呢 是神教我们学习 大卫立定心志 要为上帝建造圣殿 那从建造圣殿 我们如何应用在目前教会的光景呢 感谢神 神向我们说话 我们从大卫如何建造圣殿 我们要学习如何来建造我们目前的活水德圣教会 阿们 你说何等何等奇妙 神的话语不是远在天边 也不是虚无缥缈 更不是高高在上 神的话语的确安定在我们的心中 安定在活水德圣教会 神要建造我们的教会 要建造你的事业 也要建造你的家庭 只要你好好按部就班 根据目前神引导我们的言经事宜的教材 每天读经 每天祷告的话呢 我们相信 你的人生 家庭 你的工作 事业 我们的教会 跟圣殿呢 会有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 是你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是你的爱 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主 天父我们为活水德圣教会 献上满心的感谢 我们知道你是创始成功的神 你帮我们聚在一起 一定有你极美好的旨意 你一定是 哦主啊 要在我们当中成就你 荣耀奇妙的见证 天父我们把今天 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 仰望在主你的 全能的 创造的 丁恒的手中 主啊 我们何等的不配 因为我们这些 卑微软弱 败坏的器皿 主啊 实在不敢来求告你 更不配来敬拜你 主啊 但是是你自己呼召我们 来到主的面前 得恩惠 能怜悯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我们 每个人从内心深处说 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主我们需要你的爱 主我们需要你的能力 求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 能够见到你的荣耀 更经历你的能力 好像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面对这黑暗 被庙 湾区的社会 我们能够成为 主 你的灯台 把真理的光 把爱的光 能够流露 能够放射出去 主我们 求你保守我们此刻的心怀 让我们不再能听见人 向我们说话 更听见 是你圣灵的为生 在对我们说你要说的话 保血捷径会场 保血捷径每个人的灵魂体 而让我们与你之间没有任何镜子跟拦阻 都是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思想三个重点 如何建立神人双灵的事业 第一个 从历代之上 我们晓得大卫懂得万有都是神创造的 万有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第一个 是大家说神拥有 神拥有 第二个 从大卫 我们晓得 大卫的所作所为 心思意念 大卫每一次打算的策略呢 他都是先求问神 他是让神来治理 他的职场 他的职场 有些人是公司 有些人是指甲店 有些人是按摩店 有些人是餐馆 有些人是心机码电招车 那大卫的职场呢 是神交代他一个国度 一个国度 那大卫如何把神交代他的国度的职场呢 能够治理得好 我们看到 历代之上是 大卫都完全让神来治理 所以他知道是神拥有一切的主权 而且让神来治理 第三个 大卫呢 让神来享受 所以大家说 第一个 神拥有 第二个 神治理 第三个 神享受 神享受 我们来看 一代至上 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的十一节 大卫呢 在全国的军民同胞面前呢 特别特别 祷告 敬拜 歌颂赞美 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 大卫从摩西律法书 从他 从小到大 所听到的 教导 完全知道 完全知道 他所信的神 是亚伯拉罕 以赛 雅各的神 这位神呢 不是从哪里来的 这位神呢 乃是万物的根本 是一切的源头 这位神呢 是 自有 拥有的 是自在永在的 自然永然的 哈利路亚 所以大卫呢 大家看 二十九章的 第十一节 一起来念 请 耶和华 尊大能力 荣耀 强盛 威严 都是你的 凡天上 地下的 都是你的 国度 也是你的 并且 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首 哈利路亚 大卫 他身为国王 但是呢 他知道 他的国位 他的百姓 他的尊荣 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他的一切 都是属于谁的 是属于神的 这是一个 最谦卑 最顺服 最完全 最绝对的院士 大卫 非常晓得 是神创造一切 万有 都本于他 依靠他 就应该要归于他 太师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师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 他到的 凡被到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 他到的 何等奇妙 我们 在受造物当中 被神 尊贵 被神疼爱 被神 抬举 我们成为 万物的 管理者 我们成为 万物的承受者 耶稣基督 也清楚讲说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品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凡我所 吩咐你们的 都叫 请他们遵守 然后呢 我就常用的 可能在 直到世界的末表 所以 我们很清楚 晓得 万有 时间空间 和其中的万物 一切 你的恩事 你的才华 甚至你的公司 虽然你穿越成功 首页也非常非常 得意 但是呢 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儿女 金银财宝 都是谁的 都是神的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 彻底的认识 神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甚至呢 把他的独生爱子 都赐给你 所以罗马书的 八章三十二节 告诉我们 如果这位 创造者 连他自己的独生爱子 都舍得给你的话 他岂不把 他所创造的万物 甚至他自己 都给你 神创造 未能目的何在 大家 对旁边说 是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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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吗 但是呢 当天使长知道 神在万古之先 创世之前 就预备 把一切 所有都赐给人的时候呢 天使长 极其忌妒 忌妒到最后呢 天使长 就向上 创位 向上国权 在以赛亚书的 十四章的 十 大家来看一下 十四章的十二节 到十四节 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位天使长呢 他想要跟 制高者 同等 他想要拥有 神那种创造的能力 可是呢 这位天使长 最后 竟然把自己 造成了一个 大魔头 神是爱 他是恨 神是生命 他是死亡 神是真理 他是谬论 神是光 他是黑暗 然后神是美 他是丑 是把自己造成一个 完全相对的 神 预定 要赐福我们 要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要叫我们得丧好的福分 要叫我们有满足的喜乐 可是 这位天使长 这位大恶魔呢 他处心积虑的 想方设法的 就是要与人作对 而且呢 要全然的 窃夺 神的尊贵 全品跟荣耀 我们晓得 一切都是神所有的 结果这位天使长 这位大恶魔呢 他要向世人显明说 他拥有一切 他创造一切 大家晓得 巴别塔 创世纪十一章 第四节的故事 很清楚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 世上的语言 全部都一样的 结果 那个时候的人类呢 就想要造一座塔 要塔顶通天 还要造一座城 让所有人呢 能够住在城内 哇 好好享受 目的何在 是要传扬 我们的名 而不是要传扬高举 神的名 结果呢 神就从天上下来 要看看这事 之后 大家知道 神做了什么事情 神就干预 让语言纯然变乱 因为他们所做的 不是要归荣耀给神 他们所做的 完全重要撒旦的轨迹 要跟撒旦 同谋背叛 然后一起要窃夺 神的所有和荣耀 弟兄爷们 你目前可能是 CEO 可能是 Cerman 可能是好几家 关系系的大老板 但是呢 你有没有 从内心深处 的确谦卑承认说 一切所有 都是神的 神给你恩典 能够写书 神给你恩典 能够赚钱 神给你恩典 能够经营管理 你有没有谦卑承认说 这一切 都是神的 都是神的 都是神给的 都是神有的 我们火水供应站 大家可以回头 看一下一个招牌 火水供应站 英文是 Free Living Water 我们当初 要做这样的一个 街头步道的施工的时候呢 教会同学们在开会讨论 我们不要高举 自己的教会名字 我们教会名字 本来叫做 宣圣会 英文叫做 Church of the Netherian 拿撒的人会 我们同工们讲说 我们做的背信呢 也不要高举自己教会的名字 所以 我们的背信呢 秀兰在哪里 这里 站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背信 大家可以看一下背信 你看我们的背信写什么呢 就是 耶稣爱你 心起发光 很多很多 都特别写自己教会的名字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写 我们就写耶稣爱你 然后 心起发光 然后 那我们这样一个时光 总要取一个名字嘛 既然我们不高级教会 不高级自己 愿神兴旺 愿我们衰违 那我们 祷告 哇 结果感谢神 每一个弟兄 感动说 哎 我们取活水供应战 我们也没有把 自己教会自己写上去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心态是 一切都是神有的 让神来带领 让神来帮助 让神来透过我们 这样的供应 能够活水拥有到 很多很多那些干涸的 那些需要的人的生命当中 所以感谢主 神知道我们的心 知道他才是拥有者 他是教会的元首 一切都是属他的 当我自己 我们台湾的人都要当兵 那感谢主 当学毕业 当完两年兵 服完预备军官之后呢 感谢神 就让我很容易找到一家 台湾很大的财团 很大的公司上班 那两年之后呢 神恩待我 让我就能够负责一间分公司 那因为我们那种系统呢 负责分公司 我就可以为我自己的分公司 取一间名字 取一个名字 感谢神感动我 那个时候呢 就把我这个分公司 取名叫 鸡店企业 鸡店公司 所以我常常在报上 登广告就写 鸡店企业公司 然后好多好多新人 来interview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就 就争选之后 就栽培主持训练他们 感谢主 当时呢 的确是神的恩典 那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鸡店是什么意思 那那个时候 我的名片呢 特别写了八个字 叫 耶稣爱你 以马内利 然后很多人也问我说 哎呀 这个经理啊 你为什么 写以马内利 为什么写耶稣爱你 以马内利 是什么意思啊 是马到成功吗 哇 你能够做这么好 把这么顺 哇 都写耶稣爱你 都写以马内利 结果他们呢 跟着我 名片上都加了这八个字 哇 结果他们呢 在业务 在行销 在主训 在陪台方面呢 哇 也是非常非常的顺利跟亨通 那名字在哪里 因为 我那个时候 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我台上台下 都在讲谁 是在讲耶稣 都在讲耶稣 然后他们呢 竟然没有叫我经理 常常叫我 牧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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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多人跟我讲说 经理啊 你应该去做牧师啊 那我跟他们讲 什么 我说是上帝叫我来 这边坐这边的 好好听话 好好做 好好做业务 好好把业绩搞好 我们每次业绩呢 都要拿我们这个区的第一名 感谢主 当年如果不是神的恩态 如果不是 我尊重神的主权的话呢 按照我个人的天性 极其内向 又沉默寡言 我是不可能做这种业务的 而且做到 常常会打破记录 无法想象 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 真正是我个人 把一切的主权交托给神 然后呢 神也按照他的应许 按照他的幸福呢 来恩待来保守我 所以我们晓得 我们的主呢 祂是乐意要让你好上加好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不够好 神是使不好变成好的神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关于还不错 神要使好变成什么 变得更好 弟兄姐妹们 但是当你顺利 当你成功 你还认定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还认定是神拥有的吗 会不会认为说都是我 打下天下的 大卫呢 大家晓得 整个打仗 他几乎从头到尾都参与 对不对 大卫是属于一个很善于打仗的人 可是大卫呢 他完完全全知道说 他整个果度是属于谁的 是属于神的 从历代之上历代之下 撒摩尔基上 撒摩尔基上 非常晓得 大卫是一个非常遵从神 非常敬畏神 非常亲近神的一位 一位 神所要栽培训练的门徒 所以我们实在感谢神 让我们真正知道说 是神拥有一切 大家说神拥有一切 神拥有一切 第二个 神治理 神治理一切 我们来看历代之上 看看 神怎么样启发大卫 在大卫的职场 也就是大卫的国度 大卫如何来治理 历代之上 第十章 这里有一句经节 十章的十三节 提醒我们 本来 神的选民 乃是被称作扫罗的王朝 那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 没有多久之后呢 扫罗王朝就结束了 开始了大卫王朝 那扫罗为什么 为什么会失去他的职场呢 圣经上用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 十三节我们来念 请 这样扫罗死了 因为他干犯耶和华 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求问交诡的妇人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 把国归于耶稀的儿子大卫 所以扫罗之所以 会被神废弃 扫罗之所以会在战场当中 失掉性命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他运气不好 不是因为他战绩不好 策略不好 整个真减点 乃是因为扫罗干犯耶和华 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而且他在作王的期间 大家晓得大卫他要建立职场 大卫想到要请约会 请问扫罗他有想要请约会吗 完全没有 扫罗作王那么多年 他很少很少求问耶和华 甚至他也很少求问那些属神的仆人 到晚年的时候呢 这里圣经当中提醒我们 扫罗不但没有求问神 没有求问神的仆人 最后扫罗求问谁 求问鬼啊 这些人们 扫罗把圣经当中所说的鬼当作神 去求问鬼 我们好多好多人虽然你信主受洗 你可能还去算命 还可能去补挂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的话呢 圣经上认为说 你是干犯耶和华 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所以 因着扫罗如此背叛 如此抗命 如此自我 结果神就怎么样 就把他废掉了 然后神呢 就拣选就高抹了大卫 那大卫呢 他在 面对 以色列的选民 面对神给他的众多百姓呢 大卫知道说 他不能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 我们晓得 美国在1863年呢 林肯总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 只有272个字 那个演讲呢 提到三个片语 一个片语就是 of the people 第二个 by the people 第三个呢 for the people 中文翻译成什么 明有 明智 明想 虽然美国这两百多年来呢 很多人都认为说 林肯总统当年的演讲呢 这是一个梦想 天下为公 既然是为公 就是大家共有的 是百姓共有的 天下是属于谁的 属于百姓的 但是呢 我们不要忘记 按照圣经的真理 天下属于谁的 天下属于神的 所以大卫就非常了解 天下万物 宇宙时空都是属于神的 然后呢 大卫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真理 根据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原则呢 来治理神 交给他的职场 那大卫在职场当中 大家看到 他一直在求问神 一直在求问神 我们看第 我们看第 十四章 十四章 十四章的 第九节 十四章第九节 你如果遇到十字入口 遇到两难之间 如果按照大卫治国的原则 来经营管制 你自己的公司 对你自己的契约的时候呢 我们相信 神怎么赐福大卫 神就要怎么赐福你 阿们 你想得着 大卫之福吗 所以第九节 告诉我们 非利式人来料 不散在 立法因果 大家念 大卫求问神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 非利式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好 我们再看第十四节 十四节 我们先看第十三节 非利式人又不站在 立法因果 大卫又求问神 神说 不要一直的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 从丧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丧树烧上 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出战 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 去攻打 非利式人的军队 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 攻打非利式人的军队 从激变直到激色 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 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 哈利路亚 你看 大卫 是被 十二支派所拥戴 照理来讲 他是位高权重 可是大卫呢 他知道 他在神面前 只是一个极其微小的仆人 十天大卫曾经跟神祷告说 我是 从 不是 人 你常常认为你自己是 somebody 可大卫呢 在神面前 说我是什么 nobody 我只是像虫一样 极其软弱 极其 渺小 极其 脆弱的 大卫呢 遇到很多事情 他求问神 结果神呢 有没有提到解决问题 有 我们的神是专门解决我们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所以你遇到任何障碍 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呢 求主帮助我们 像大卫一样 到嘴面前 去求问他 求问他 好 我们看到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刚才提到说 第八节 非力士人听见大卫寿高作 以色列众人的王 然后非力士人如何 就上来寻所大卫 根据圣经的真理 我们晓得 情欲跟圣灵呢 常常相争 那是常常是谁来挑衅 是情欲常常来挑衅 如果你去看地带之上的话 你会发现 好多好多次都是非力士人呢 主动要来挑衅 主动要来寻所 主动要来宣战 然后呢 大卫才去迎战 但是呢 当后来大卫 他有心 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时候啊 结果上帝跟他讲说 我不要你建造圣殿 建造圣殿的事情呢 我让我儿子来做 那你呢 只要好好的治理 我的百姓 好好把以色列国 怎么样 给牧养好 大卫本来是 要一边治国 一边呢 要建造圣殿 结果大卫 大家看一下 第 第十七章 我们在职场工作 一定要了解神的呼召 了解神的命定 我们常常也是 好高不远 然后想做东 做西 但是呢 大卫他 完全求问神 也完全信服神 十七章告诉我们 大卫他想要 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 但是耶和华神 怎么样跟他说呢 十七章第七节 上帝说 现在你要告诉我 仆人大卫 万君之耶和华 如此说 我从阳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 跟从阳群 立你做我名 以色列的君 你无用拿着去 我常与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首帝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 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名以色列 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 也不像从前 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 事实治理我名 以色列国的时候一样 我必制服你的一切首帝 并且我耶和华 应许你 必为你 大家说 建立家世 好 大卫想要为耶和华 神建造圣殿 结果上帝跟 耶和华上帝 跟大卫说什么 你要好好打仗 我一定与你同在 我一定帮助你 大卫有没有听神的话 大家看一下 第十八节 以前都是仇敌来挑衅的时候 大卫去迎战 可是自从大卫亲主 上帝胡召 乃是成为一个打仗的人 而且是为真道 能够把罪恶 把偶像全然铲除的一个得胜者的时候呢 十八章就告诉我们了 你看 此后大卫攻打非力士人 大卫就主动怎么样 主动去攻打非力士人了 之前都是被动的 然后呢 从十八章之后都变成什么 变成主动的 再看第三节 第三节 索巴王 哈达利谢 往柏拉河去 要坚定自己的国权 大家说 大卫就攻打他 然后呢 我们再看 第 第十四节 十四节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名 秉公行义 所以大卫呢 他在职场当中 是完全行真理 好怜悯 而且呢 秉公行义 大家晓得 我们的神呢 他创造万有之后 他自己也在管理万有 如果你去看太阳系 去看银河系 去看核外星系 这些 所有的宇宙呢 是运行的如此 只竟然有序 如果你再去看 这个原子内部的 直子电子中子 那种的运行秩序呢 更是非常非常的微妙 你就不得不承认说 谁在管理 的确 这位创造的主人 他在治愈 所以大卫非常了解 这位创造主 他既然创造宇宙 又可以管理宇宙 那他难道不能够 管理我的国度 不能够管理我的百姓吗 虽然上帝要管理 但是上帝让谁去管 让大卫去管 虽然上帝应许 大卫讲说 我要在你前头洗 然后你一定会得胜 我一定立同在 那请问大卫有没有讲说 上帝啊 这场仗你去打 我不要打了 请问大卫 有这样的态度吗 没有 大卫还知道 他自己的责任本分 神虽然赐福 神虽然应许 神要去打仗 大卫自己要去打仗 而且大卫非常晓得说 要建立职场 要建立国度 能靠他一个人吗 大卫非常看重团队 我们看离带之上 大卫的团队 实在是 神的恩典 神的预备 我们来看一下 十一章 十一章第九节 大卫欲见强盛 因为万经之耶和华 与他同在 然后第十节 以下进入跟随 大卫勇士的首领 就是奋勇 关注他 德国 照着耶和华 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与以色列人 一同立他作王的 大卫勇士的书目 记在下面 我们上礼拜 跟大家曾经思想过说 在家谱当中 有三种人 是被神特别纪念的 第一种人是 祷告的人被神纪念 第二种人呢 是侍奉的人 参与圣殿 里里外外 各种释放的人呢 是被神在家谱当中 特别加霉批 加注解 被神特别用文字 来强调 来纪念的 第三种人呢 是打仗的人 打仗的人呢 神在家谱里面 特别提名 特别 加注 特别强调 所以你去看历代之上 不断的出现 这些打仗的人呢 是被神所 被神所 称赞 夸奖的 你看一下 十一章的 十一章的 第十四节 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 急杀 非力士人 救护了那田 耶和华 使以色列人 大获全盛 他们 虽然抓住神的允许 让他们会得胜 可是这些勇士呢 还是依然上战场打仗 然后呢 你看 第十二章啊 十二章 十二章的第二节 这些大门的勇士呢 他们善于拉弓 能用左右两手 甩石射箭 如果左手右手 都能拿起射灵的宝剑 然后好好去 对付罪恶 去除灭偶像的话呢 你知道吗 被神大大纪念 然后第八节说 加德之派中 有人到旷野的山寨 投奔大位 大家说 都是大能力勇士 能拿盾牌 和枪的战士 他们的面貌 好像狮子 快跑 如同山羊的路 他们像狮子一样的 如同万寿之王 他们对于仇敌 没有任何的惧法 他们势必 要吞灭 这些仇敌 如果我们再去看 第十四节 你看神特别 又夸奖这一群人 十二章十四节说 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 智晓的能比一百人 知道的能比一千人 如果今天你在你的职场当中 如果你是一个人能够担当一百人的责任 如果一个人能够 做一千个人的业务的话呢 你知道在神的国 神有没有恩戴纪念你 神恩戴了 所以能者都劳 劳者也都能 但是不管你如何 能力 勤劳 都是谁给他 神 我们不能够自夸 哎呀 如果不是我努力 如果不是我拼命 如果不是我奋斗的话呢 哪有今天公司的规模呀 你能够奋斗 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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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卫呢 他完全知道 一切都是神的 好 你看一下 第十八节 他们打仗 那时神的灵感动 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 亚马撒 他就说 大卫啊 我们是归于你的 耶稀的儿子啊 我们是帮助你的 愿你平平安安 愿帮助你的 也都平安 大家说 因为你的神帮助你 所以大卫就收留他们 立他们做君长 第二十二节 大家念 那时天天有人 来帮助大卫 以致成了大君 如神的听一样 哈利路亚 大卫的职场 大卫蒙神 高某他做王 他在建国的时候呢 他珍惜每一个 来到他面前的勇士 然后他也怎么样 也授权 也分工 也高举 也帮他们 能够在团队当中 在国度里面呢 能够发挥恩赐 才干 目的何在 都是要让神明 得着荣耀 大家看二十三节 十二章二十三节 预备打仗的兵 来到西伯仁建大卫 要照着耶和华的话 将扫罗的国位 归于大卫 他们的书目如下 二十四节 游道之派拿盾牌 汉枪预备打仗的 然后二十五节 西缅之派能上阵大能勇士 然后呢 二十八节 哇好稀奇啊 二十八节到下面 还有少年大能勇士 有少年的 青年的 壮年的 都成为能够打仗的勇士 都一同 要让神的名 在神的选民 这样一个圣洁的国度当中呢 能够得着荣耀 三十二节更特别 有一个不同的基站 他说以撒迦之派 有二百族长 大家说 都通达十五 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 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 如果我们好好去仔细研究 历代至上下的时候呢 你就晓得 这些打仗的人呢 哇神特别特别 保守他们 伺服他们 使用他们 装备他们 他们跟大卫建立了一个极其强大的 同心的团队 然后呢 每一次打仗 所向平民 然后屡战 屡胜 让大卫王朝呢 一直成为 直到目前为止 全部以色列人 都想要恢复的 大卫搞他的账目 都想要继续 看见 当年大卫王朝的那种 尊贵那种荣耀 和那种盛况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想得 大卫他知道 一切都是神拥有 大卫治活 他在建造他的职场 他的确是让神 来带领他 他 让神赢 他自己呢 也赢 很多事情 我们都在观察 都在思想 当我们在 国水得胜费的时候呢 没多久 就有一个福音机构 打电话 跟我们联络 希望说 来到我们这里 能够来有培训 这个机构呢 大家都非常熟悉 叫做清权的课程 那清权的课程呢 的的确确 能够帮助很多人 成为祷告的人 侍奉的人 跟打仗的人 而且是成为一个 胜过罪恶 胜过偶像的一个得胜者 感谢神 我们相信 神让清权的课程 就在此时刻出现 绝对不受然 为什么呢 我们都相信 林肯总统所说的是 明有明智明想 那我在这里 要不断地从圣经真理 告诉大家 我们所信的真理是 神有 神智 神想 那目前火水 得胜教会 请问大家 我们最需要谁来 牧养 最需要谁来治理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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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所以我们只有 不断地仰化 祷告 那清权试工呢 是我所看过的 很多很多的 这种 神迹 奇事 讲到 医病释放的 这种试工当中 一个是最清的 最purefied的 purefied的一个 一个试工 然后他在服饰的 共同当中呢 比较没有 就倒在地上啊 大叫啊 大吼啊 大哭啊 大闹啊 等等等等 现象 他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可是呢 又非常非常的 全然信号神 然后让神来带领 让神来运行 让神来彰显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在这种 所谓的 灵恩的 高谱记忆当中呢 有很多人是 非常 看重说 我祷告之后呢 你要祷告下去 对不对 如果你不祷告下去的话呢 好像我如何 我今天没有神童在 我今天的功力不够啊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呢 好多好多人 甚至呢 在 祷告当中 会 会用力把他推倒 可是清泉事工呢 我们认识很多很多年 我们就发现说 他们是完完全全的 让神来治理 让圣灵来带动 我看到他们 很多很多福祉人 他们就那么简单的 那么细细的声音 那么安静的祷告 那似乎没有 很多很多的 这个 外在的彰显 可是最后呢 只要认真的 只要用心的 他们的生命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 改变了 改变了变成 爱主 爱徒圣经 爱传福音 爱祷告 爱教会 爱神国 他们完全改变了 把自己 全然当作佛祭 献给神 所以我们 实在感谢主 在佛祭德圣教会 目前一个全新的开始呢 我们求神 自己来治理 求神自己来治理 人之所以出问题就是 最早 亚当夏娃 堕落之前呢 是神智 是属于神权的 对不对 如果犯罪 背叛之后呢 就开始 慢慢慢慢 就强调 人智跟人权 那这几年呢 都强调什么 民主跟民权 民主跟民权 可是呢 按照圣经真理 我们晓得 只有人把 政权 全然还给上帝之后呢 整个世界才有真平安 整个人类才有真大同 整个 未来呢 才有 大光明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还正于神 人权 君权 或民权呢 历史的法则 历史的事实 告诉我们 带给人类更多更多的败坏堕落 所以我们只有 认定 要还正于神 让神来治理 大卫是一个 处处让神来治理 虽然他让神治理 可是他自己 还是依然上战场打仗 我刚强调就是 本来都是 非力士人的 来挑战 让大卫去迎击 去接受 去面对 可是大卫后来清楚说 神呼召他 就是要成为一个 打仗的人 大卫就如何呢 就主动 整军 金武 然后呢 要去攻陷 仇敌 所以感谢神 这是我们从依赖之上 学到的一个 属灵的原则 第三个 大卫非常晓得 是神有 神智 而且呢 要让神享受 让神享受 其实神创造万有 神治理万有的 一切总目的呢 都是要 让谁享受 神的心啊 神非常 懂我们啊 神把我们 世人 创造的 是比 上帝 比这位 尾小一点点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 诗篇第八篇 大卫 他非常了解 神的心意 他得神启示 在写诗篇 第八篇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卫认识 神 大卫 也认识 自己 诗篇的第八篇 第八篇 第四节 第五节 大卫说 人算什么 你敬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敬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 为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万免 你派他管理你所所造的 使万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凡金形海盗的 大家说 都浮在他的脚下 都要让人来享受 神所创造的万有 享受神自己的 永恒的 完全的 奇妙的爱 所以第五节 特别特别 大家看 有一个小字 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 小字做什么 我做实 你叫他比 神为小一点 这个神的希伯来字 是Elohim 也就是起初神 创造天地的那个神 Elohim 所以在神的命令 计划当中呢 乃是让人 比 这位 全能者 比这位 Elohim 小多少 一点 只小一点点 所以人的 本命啊 人的位分 在神的 永远的 永远的基当中呢 是比天使大还小 这位天使还大 将来人是管理天使的 其实目前来讲 天使都是福音的灵 要为谁效力 要为你效力 要服侍你 要保佑你 要引导你 要帮助你的 所以我们何能感谢神 我们的神呢 创造万有 管理万有 其实他的终于目的是 要让谁来享受 要让人来享受的 你目前做父亲 做母亲的 你就晓得 你的一切 都在为谁预备 为了儿女预备 你为什么会从国内 来到美国 为谁 好多人其实 不是为自己 都为什么 为自己的儿女 为下一代 要预备 为下一代 吃尽千辛万苦 所以我们的神呢 也是如此 他所作所为 目的都是 要让你享受他 享受他的爱 享受他的所有 但是有一个原则是 我们要先求 神的我 和神的义 我们要先是 神有 神智 神想之后呢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 人有 人智 跟人想 如果我们的次序 颠倒错误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 上了魔鬼的道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整个 堕落败坏的世界 其实已经变成 变成是 鬼勇 鬼智 跟鬼想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世界的网目前是谁 是撒旦 所以世界是谁有的 目前 撒旦 撒旦有 那就拿最简单的 你说 这个所谓的 传统婚姻 一夫一妻 一男女 一生一世 结果 这些 这些人呢 他们 处心设法 极其努力的 要来维护 这个 维护这个 传统婚姻 可是呢 另外那个黑暗的权势 却认为说 如果我们继续维护传统婚姻的话呢 我们是怎么样 落后世界潮流 是跟不上时代 也不明白 这个自由的可贵 不明白那种爱情的 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神圣的意思 所以 你看看 这鬼的话语 把最坚固的 神所设立的 男女的 传统婚姻制度呢 给如何 竟然破坏的淋漓尽致 所以 整个 最坚固的世界呢 其实 鬼一直要拥有 拥有 在拥有 而且鬼呢 一直在 什么 在治理 治理 在治理 你知道吗 他的一切目的是何在 他的目的就是 要让所有的人 所有神 所创造的 儿女百姓们 都能 不分辨 最后呢 相当受骗 最后就跟 撒大魔鬼 同归于尽 进入 火湖 永远的沉沦 所以 我们的主呢 非常清楚 知道 撒大魔鬼 好 他 实在是一个 大恶魔 那 神呢 也是唯一能够 使仇敌 四散的主 所以 神就 特别 在世上呢 好 透过 耶稣基督宝血 好 透过 圣灵的 催泣 要呼召 一群新的 血民 我们晓得 亚当夏娃 犯罪 堕落之后呢 好 就 就离开神 就离开神 好 接下来呢 人就有好多好多 事的堕落 好 然后 巴别塔 的堕落 神就等于是 完全放弃了 亚当的 这个主意 但是神并没有 好 完全毁灭 最后呢 神就从亚伯瀚的 这样的一个主意 从一个人 变成一个家族 就变成一个国家 就从亚伯瀚的 后裔当中呢 让耶稣基督 成为 大卫的 子孙 成为 亚伯瀚子孙 从耶稣基督 这位幕后的亚当呢 要开始一个 新的族群 这个新的族群呢 被称作什么人 称作基督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 神的奥秘的时候呢 你就会不单单再说 自己是福州人 温州人 上海人 天津人 你哪个是 在神面前 在你面前 都要向人 显明说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基督人 跟你旁边讲说 你是基督人 你是基督人 基督人 是神 神的计划 基督人 是 要在 你的腔调 你的言语 你的动作 你的行为 一讲话 怎么样 一行事 就要让别人看见说 你是什么人 基督人 我们晓得 福州人 走一讲话 我们马上知道 他什么人 马来下来的人 只好一开口 你知道他什么人 马来人 可是你信主受洗 直到如今 你的朋友 有没有发现 你一开口讲话 像什么人 像基督人 像基督人 让你如果 真正 处处都像基督人 所蒙的恩 所行所事 跟蒙的恩召相称的话呢 你晓得吗 神就在天上 享受谁了 就享受你了 享受你了 大家看一下大卫 怎么样让神享受啊 大卫 大卫自己呢 他住在豪宅 自己是开宝马 开笨子 大卫呢 自己在吃香喝辣 大卫呢 自己穿金带银 然后 哇 然后都是LV包 都是coach 都是 都是姑喜 可是大卫呢 他发现说 哇 蒙神 这么大的恩典福 让我能够享受 这么豪华 这么舒适 这么安逸的生活 他想到谁 我的神 却没有好好享受 我住在 网络当中 我的神住在哪里 住在旷野的帐篷里面 大家晓得这样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 历来之上 所以你目前 之所以努力打工 拼命赚成 这部理 也希望将来享受 希望你的儿女能够好好享受 但是呢 神告诉你 如果你不先让神享受的话 你现在享受是短暂的 都是虚无的 都是假想的 你必须要先让神享受 神就会赐给你什么 赐给你满足的喜乐 永远的福乐 如果你想要利用神 先让自己来享受 世界的话呢 我跟你讲 最后的结局呢 是全军覆没 所以历来之上 第十七章 第一节 大卫住在自己空中 对先知拿单说 看啊 我住在香伯木的空中 耶和华的约会 反在曼子里 大卫呢 他在写诗评评的时候呢 就不断的写 告诉我们说 当他一直思想说 我住在王宫 我住在王宫 我闻到香伯木的那个香味 是这么的新香 这么的芬芳 这么的舒服 我的身心里都这么的宽敞 都这么安息 可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他的约会在哪里 却在 旷野里 却在旷野的曼子里 所以大卫呢 就天天失眠 甚至如同得了忧郁症一样 甚至呢 他流的眼泪呢 能够叫床 床榻 飘起来 所以大卫呢 就一个心地说 我这么不配的 软弱的 如同虫一样的人 如同像粪贝 像灰尘这样的人呢 我竟然享受这么丰盛 我不配啊 我不配啊 大卫就立临心地说 他要做什么 要让神来享受 要让神来享受 弟兄们 你 明白 其实神需要享受吗 神需要圣殿吗 需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的神 跟拿两讲 大家讲 你看他讲什么 第五节 十七章五节说 自我 自从我 临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过殿雨 乃从这会目 到那会目 从这帐目 到那帐目 你看 我们的神 跟其他 所谓的神明偶像不一样 其他神明偶像在哪里 哇 他们有庙宇 哇 他们的庙宇呢 像王公一样 那么一个庄严 这么雄伟 然后呢 他们的那些偶像呢 都被贴上 许多的金身 哦 那我们的神呢 听众爷们 如果不晓得 摩西为上帝建造会目的时候呢 哇 在圣所里面 然后只有 金灯台 右边金灯台 左边呢 是橙色品的桌子 然后再往里面呢 是金香炉 那进入自圣所的时候呢 大家晓得 有两个圣物 第一个是什么 有金的十恩座 上面是金的约会 所以我们的神呢 祂的会目 祂的居所呢 是常常怎么样 移动性的 从这个会目移到 那个会目 从这里移到那里 然后 大家晓得 游牧民族啊 常常知道帐篷 那个生活日子辛苦吗 是极其辛苦的 那我们现在来到美国 常常搬家 几个月搬一次 或几年搬一次家 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呢 我们的神 祂跟达丹 也跟大卫讲说 其实我是不住人手 所建造的店 我呢 也 整个的目的呢 是要让世人来享受 要让世人享受 我一切的 所有呢 都是要赐给你们 都是要承受你们 如果 我们看西部来书 再看一下第一章 西部来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 神 祂的终极的目的 是要叫万物都服在 我们 这些比 Elohim 比神小一点的人的手下 然后呢 下面有一句说 既叫万物都服他 大家说 就没有剩下一样 不服他的 哈利路亚 天地万物 到神指一成就的时候呢 没有一样不 让你想说 没有一样不顺服你的 然后呢 你再看第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处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荣耀里去 所以神命令我们这些人呢 要进哪里去 荣耀 要进荣耀里去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是一定 是得胜的 是赢的 可是我们的神呢 祂希望我们人 从出生到 离开人间 从信主受洗到建筑面 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 一个赢的人 神是希望造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是神的赢呢 大家晓得 到目前为止 还是受 撒达魔鬼如何 撒达魔鬼不断的拦阻 不断的设陷阱 一直要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 不明白神的心意 一直要让我们去 爱世界 其上的情欲 要得着世上的这种骄傲跟成就 中国有句话说 祭力当祭天下利 求民 当求万世民啊 我们的神 祂希望普天之下呢 有更多更多的人 能够摩恩得救 能够进入神国 能够所谓的上天堂 能够到荣耀里去 可是赢的魔鬼如何 他千方百计的 就是要拉更多更多人下地区 可在这两者之间呢 神给我们目前懂圣经的人 给上教会的人 一条路 就是我们愿意跟神配合吗 如果我们选择信靠神 顺服神的话呢 神要借着你成就大事 就是神要借着你 要让更多更多 被撒到魔鬼弄瞎心眼的人 能够看见永恒的真实 能够看见神国的宝贵 不是单单要拿到地上的身份 拿到美国身份当然好 可是拿到美国身份 最后两个英文字 so what so what 可是如果你真正明白神的爱 真正预备自己 进神国的话呢 你见到神面的时候呢 你会知道 你知道呢 那不是so what 是吗 so good so good 哇实在好无比啊 如果知道这么好的话呢 我早就更 更听神的话 丢结门 你现在光景如何 你现在工作如何 你现在职场如何 你现在到底 对神的话语 相信多少 我们的主要借着你 带领更多的人 我们都很熟悉的话 他愿意万人的就不愿意一人沉沦 神是爱世人的 神是不偏待人的 可是这些人呢 需要透过你 去联络 去关心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目前 火水的圣教会呢 有一个有形的教会 我们更要建造的是 无形的教会 让大家 同工 弟兄们们之间 能够更亲密 更和谐 更能够一同来寻找 神给我们的命令 让我们的有形教会呢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 不断的让它改善 这就是我们下次要讲的 历代词上 从22章到第29章呢 神如何 借着大位 虽然不建造 建造圣殿 可是呢 神却让大位呢 预备建造圣殿的人才 然后物资 然后所有的图案 大位呢 全部预备好